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影记录制造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知道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的经费来自于公众的支持 透过你的捐款 透过你的支持 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 做得更多更好的节目 以及更深入的报道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是我前阵子看过 很喜欢的谈香港反送中的影片 叫做少年 少年的背景事实上是在2019年的6月15号 一位抗争者叫做梁林杰在太古广场坠楼而死 有人说他是以史明治 有人说他是要透过他自己的自杀来做实践 那不过因为这件事情也引发了这个香港有很多的人 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自杀来终结自己的生命 因为有些人觉得我也要跟他一样 透过我的生命来告诉这个政权 这个政权有多么的糟糕 或者是他对于香港的未来 不抱持了任何的希望 那也因为这些自杀的风潮呢 就开始有人在联登或者在Terry Graham上面 他们就组成了搜救队 一个一个在每个地方在不同的区域 在去寻找这些试图要自杀的人 这就是少年这部片子的这个背景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背景的架构 跟他的内容的叙事 所以他就从这一部片子里面开始 这样的一个背景开始展开 那不过跟很多的社会运动相关的电影 或纪录片也好 这部片子很不一样的是 在片中你会看到活生生的人 这个活生生的人就是他有看到他的主体 看到他的情感 看到他的家庭关系 看到他的社会关系 所以他透过这些人物的描述 以及各式各样的张力以及冲突 来讲述在反送中运动当中 我们所看不到的或是比较少关注的 有关于人性人的选择 这些很重要的社会运动 不可以忽略的这个历程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邀请到了少年的两位导演 任霞以及林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分享介绍这一部片子少年 那在节目里头跟大家邀请到是两位的导演 一位是任霞 任霞你好 大家好 你们好 我是少年的导演任霞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林生 林生好 我特别要讲一下林生 我们在十年前曾经在香港已经一次见过面了 那其实也是一个在香港的这个独立制片的一个筹款 一个募款的一个活动当中 那我当时都对林生还有包括其他几位 如正夜等等导演的一些作品就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不过我想一开始我想要我问一个好奇的问题 就是一般来讲这个电影如果两个人导演拍 其实他通常就会出现一个分工跟协调的一些问题 那那个何止月就是李佩宜 他这个扮演何止月的这个李佩宜 他曾经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任霞导演其实看起来是比较凶 然后在片场里面常常会让他觉得你这个人虽然不说话 但是你可能是不爽 那林生相对是一个比较温和 然后会很详细的去解说每一场戏的内容要怎么去调整 所以这个何止月就李佩宜就说 你们两个是一个极端的一个温和一个演绎 有时候也很搞笑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们在片场或在拍片的时候一种分工 或者是两个导演他们之间到底怎么去协调拍一部片 你刚刚讲的那种也不是我们故意的分工 只是我们的个性的差异而已 就刚刚讲说他们经常说什么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我们在现场对就类似那种 只是我们性格就是就林生比较温柔 他一向的个性都是比较温柔 而我一向个性都是比较暴躁 所以就很容易这现场会变成两个极端这样 对 所以这种不同的性格当你们在处理同一部片子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或是差别吗 我想其实少年是比较特殊了 如果是在本质连讲我们拍摄的题材本来就会因为我们的个性而有不同吧 就像我们如果选择我们想拍的电影的话 就像林生以前的一些短片跟我以前一些短片也是在风格上也会很不一样 所以林生你怎么样分工呢 或是怎么样去诠释不同的性格去做一些诠释呢 可以对可以先讲一讲 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因为想要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去拍了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19年的运动 抗争运动还在发生的时间 有很多的社会状况 有很多的很突发的东西 每一天都在改变 所以我们想要很快可以很快速可以去拍 所以就原本就是说就是我们分两组 就是阿霞就带不同的组去拍不同的演员 但是后来其实都没有这个分 对对对 后来都很多时候都是一起在现场去确定一些 去做一些确定 其实在现场的时候 对呀 有很多时候因为亚蛇比较 对我来说就是他比较很有行动力 而且就是对现场记作的很多的东西 也比很熟悉 比我很了解多 所以就有很多现场的一些怎么样去调度 怎么样去拍 就靠个比较就是对对比较在行 对所以就可能那个部分就比较多 就是亚蛇去去确定吧 但是其实我们在现场也会去谈 去讨论在一起有一个公共事去确定吧 如果就是说可能这是因为演员 因为我比较不会去骂演员嘛 很多时候他们就觉得可能我可以比较好沟通 所以就很多时候就他们就跟我谈一些 可能他们有一些问题啊 有一些想法 可能他不敢说出来的 比较容易就跟我去谈 其实最后其实我们大家演一块去处理 这其实特别是你们在这部片子里面有很多的大量的新的演员 很多可能也都是第一次拍片 所以带他们去演戏特别提到林生刚刚提到的这些要可能沟通 这个部分会不会是有一些困难 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克服的地方呢 我反而觉得现实就是素人演员有时候比专业演员更好沟通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不用巧党期啊 对就很麻烦 我现在觉得有些演员就那些就就 而且你知道因为其实也要体谅香港的演员 就是生存的空间工作的机会太少 太得来不易 对而且生活的压力很大 所以他们必须同时间可能要同时间接几个工作来做 譬如modeling啊或者广告他也要拍 戏他也要拍 MV他也要拍这样 那所以就整天如果比较专业演员就很 很多时候都要把就是费心思在巧党期这个地方 反正素人演员就比较可以全情的投入全身心的投入 对对反正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 我们需要排戏啊 我们需要进入角色跟他一起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演出经验了 对而且这种比较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如果那种就是演的成分太强的话 就观众很容易就觉得很假 没错没错 对所以就其实在这个层面来讲 其实素人演员还比较好控制 就很有他的优势在 他可以经常跟我们坐在一起围读 因为我们围读不会说卡豪表一个半小时读完我们就散散 不是吗 我们很多时候是读有一场大家有问题就会集中围绕那一场讨论 可能一讨论就是一两个小时因为一场戏 因为大家的理解不一样 那如果是专业的演员很容易就会说我还不能走我有下一个工作要做 反而他们这种非职业或半职业或者素人演员就更容易我们一围读就五六个小时这样读下来 就大家无论对剧本对文本或对他的角色的挖掘都能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去做的一个探索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跟非常真实 而且是一个现场的电影所以其实如果太专业的演员你反而会让他觉得做作而不自然 因为这个片子有相当程度的是一个反映现实跟一个是一种真实记录的这样一种状况 不过我想要回到一个比较更基本的问题上面就是担心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拍这一部片子 那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其实会不会担心资金或者是放映通路的问题 甚至筹款的问题 因为我看到你们两个不只是导演也是演员 就是自编自导自演就在里头 那这个人侠就去演黑警 然后林森你去演那个手摇店的老板 那这个其实表示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心力还有要去筹款 你不会有些担心跟害怕 会不会担心最后是徒劳无功 像这片子里面讲的 最后搞了半天然后片子也拍不成 然后障碍困难好像也蛮多的 对但其实你说拍不成是不可能发生的了 其实只要你有决心就一定能完成一件事情吧 就起码拍完是一定可以的 但是只是那个问题是说是不是一定会可以上映 那大家就既然做这件事情的 其实一开始大家已经有一个预想是香港不能上映 就算能上映也是很低限度的那种上映 可能我们会比较要走比较多是那种什么民间的一些放映会啊 什么社区放映之类的 这个路线了 我们一开始规划这部game的就是说未来的放映的规划 已经大概有这样的想法 只是没想到后来严重到说连电检都过不了 这是比较超乎大家预料的就是这一款 那当初林森你们为什么会开始想要筹拍这部片子 最初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运动 在19年的香港反中中抗争运动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就最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轻生的人消失 给爆度出来之后就我想就是全香港的人也很大的感受 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想我自己可以做什么呢 往后就往后一个星期其实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也开始有一个轻生的一个状况出现 那个时候我们也有去自发去参加一些首购的小组 但是就是后来就在想其实那个部分其实在香港的全民没有太多的报告 因为很多的香港的全民也是报道一些抗争现场的大人的冲突的一些网 一些很有感觉的画面 其实我们觉得背后有很多其实在民间中发生的一些小故事 特别是这个手就对那个故事其实也挺有感觉的 所以我就说我们就开始去想要拍吧 我觉得这是我看这部片子我觉得最让我动容 最让我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也是参与社会运动我也看了非常多有关于社会运动的影片 那特别是纪录片大部分都会是在那个现场的真实记录 可是我每次看这些社会运动的影片的时候我都会想说那这里面的人呢 这里面的家庭呢这里面的人的情感或是他的张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只要看到不管是社会运动的剧情片或是纪录片的时候 这个部分就会让我特别的有感觉因为不管那个冲突是多么的激烈 那个运动是成功或者是失败 里面的人都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在看这部片子里面 我看到了就是你们在人物的设定里面 包括有三种不同主要的角色 这也是何丽菲 包括勇武跟所谓的蓝炒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角色 可是这个不同的角色当中 其实回到他们自己的生活里面 他们其实都存在了不同的家庭的关系 我不晓得当时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去思考或是设定这些不同的人 他们的家庭关系 那你们想要带出他们的什么样的日常生活以及各种不同的家庭的张力呢 首先我们现在这样做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做剧情片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 所以记录片很容易就是大家看到的是比较宏观的一个版图嘛 所以很容易就把在里面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化为一个一个的抗争的符号 就是大家为了这个宏大的目标而一起去做一件事这样 大家会比较看到这个 所以我们剧情片可以虚构就有这样的优势 可以还原他们是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样 所以既然我们定了这样的方向 然后我们就去观察 因为其实整个运动是一个很浓缩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给我们就创作者很好的一个很浓缩的 这些大型的社会的一个观察的实验场也好 基地也好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嘛 那他一定背后有他自己的就是参与运动的一个出发点 那出发点可能就是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或者跟他的私生活的一些背景出发点有关系这样 对 所以我们就想既然我们选择了剧情片这个方向去做 那我们就可以就尽量的还原一下他们家庭背后的一些出发点也好 或者各种的关系也好这样 不过家庭看起来都蛮有一些挂号问题啊 例如说这个例如说这个像辉哥跟辉妹他们因为妈妈的过世 所以让他们开始去觉得救援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兰草军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就是警察 而且他还非常愤怒那或者是我们看到稍或者是这个这个歪歪他基本上来讲是一个人在这里生活 然后黄紫月看起来家庭相对比较好一点 可是那个跟爸爸之间的冲突立场上面的冲突也是存在的 这是在香港家庭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吗 其实是对对对对就是举例吧 其实拿就是辉哥家庭那条线来说吧 其实他是在戏里面比较就是八个人的搜救小队里面 他们算是比较副线的一个存在辅助性性质的角色 对所以当时我们也觉得好像他太功能了 对就是他只是一个车手他负责去运载大家从A点到B点那样 那他应该也有一个背景吧 所以我们才慢慢的去说他是不是有个妹妹 然后如果他们两个一起出来去接 因为通常那些车手都会和女朋友啊 或者和一个就是理念比较相近的家人或朋友一起去接人 因为始终一个人还是压力比较大 就是两个人这样可以一个照顾那些上车的抗争者 一个负责就是开车那样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设定他们角色以后 其实还是有遗憾了 觉得现在他们还是比较单薄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要不要定他是有一个救人的原因 是跟这场运动是无关的 对所以我们就我就跟林生谈 那时候就跟林生谈说他们不能说只是他们开个车出来 两兄妹这样还是要设定他们一个出发点吧 这样对 然后但是又说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源跟篇幅 其实可以去拍摄他们这对兄妹的家里的家庭的关系 如果有资源的话我还是觉得在深度的挖掘一点 会比较更立体一点更好一点 那现在就比较功能性的用他们的口讲了一个理由 就是说我妈妈曾经因为抑郁症而自杀这样 对 所以就让观众比较好的理解 所以他们会对这个自杀者或者意图自杀的人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而且我其实很喜欢你们最后的一些隐喻 就是包括最后他哥哥被抱头 然后流血 然后妈妈的给妈妈那一束花 事实上就在旁边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 我觉得我自己看起来是很感动的一种创接 就是妈妈的这个抑郁 他的家庭的状况 事实上可能给这个家庭 或是给这个车手他们的兄妹是一个很正向的力量 刚林生事实上也想要再多做一些这种讨论 就是在香港的家庭关系也都存在着这种非常内部的紧张的状态吗 其实我觉得就什么情况也有 可能就是因为香港的这个环境 就是大部分人的居住的环境也很巧 所以你跟家人一定有很多时候要面对家人 所以就有很多摩测出现了 比如说我觉得 比如说南朝军那个情况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次在台湾那个影后堂的时候 有一位来自香港的观众分享给我们 原来他自己的背景跟南朝军那个就是警察 他父母是警察那个设定是一样的 他现在过来台湾也是因为他其实是也有参与运动 就是跟他爸爸妈妈的立场不同 所以现在他在台湾 他的父母还在香港当警察 其实有很多时候也有这些状况出现 可能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但是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可能年轻人跟他们的父母 那个立场不同的 其实很普遍 但是如果大家的立场不同 但是大家生活的环境很紧 就是每一天也得去跟他们 也得去确定要跟他们谈 还是要跟他们冲突 还是要突出这个家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也得面对这个状况 因为不管怎么样在那个香港的整个房子 或者在生活的空间是非常狭隘 不管是在外界的社会 或是在家庭当中 所以你必然必须或是被迫要去面对 那怎么去回应 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抉择 刚刚谈到一位家庭的关系 参与了运动 甚至因此而到台湾来 我自己的学生就有这种状况 就是我自己的学生 就是因为反送中之后来 那我说为什么要来 他说他受不了他的爸爸妈妈 他说他爸爸妈妈是蓝丝 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要脱离他的家庭 当然某种程座上面 他是寻找某种自由 可是对另外也是一个 在家庭上面的一个冲击 再也就是我很喜欢这部片子 就是我觉得这部片子虽然是剧情片 但是他仅仅的扣住香港 非常非常多的现实跟真实的生活 即使在这个拍片 即使在我们看到里头的很多的剧情 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张力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跟大家 再讨论这部片子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值得我们再更深入了解 跟探讨的地方 最后都已选举了解 没有任何人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人 我不知道你何时会听到这一份消息 但我希望你会尊重我这个决定 我可以认同我的决定 我可以认同你 但我希望你会认同我这段决定 爸爸, 我問你多說話, 我做事了 我說過很多次 不是中國人的秘密 是這個政治禁止… 你再多年人了, 你想去賺錢嗎? 我, 你又行嗎? 不是, 我去行就在家裡玩而已 沒事吧? 你來見他一次而已 有一次他一定會自殺 是人命, 又說齊上齊下 是人命, 又說齊上齊下 這次一定能說齊下 這次一定能說齊下 我們現在傷的傷被抓的抓 你還在這兒顧著找女手卓 你無故事 害怕嗎?害怕就別出來了 其實我爸爸是其中一個放出去彈的警察 說得困難了, 每天都值得留戀 我這三足是想說在打 這不是一個辦法 我們這些沒錢沒錢 逃亡的職員在這裡打生打死 香港也救不了, 花花也救不了 你很追求就算死去 香港 是不會為你的死而改變的 我知道 希望我這一份 對自由的決心 可以影響你對運動的看法 歡迎回到參賽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參賽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營業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的經費來自全民的支持 透過民眾的募款集資 才能夠讓我們能夠做更多更好的節目 更好的報導 也更多的深入的訪談 歡迎大家透過資金或是分享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今天在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來討論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是我很喜歡的香港 最近在台灣上映的片子叫做少年 在現場跟我們聊天的是少年的兩位導演 人俠跟林生 兩位導演好 大家好 在少年在台灣的嘉義場放映的時候 我是主持人 也跟威廉在現場有跟大家聊天 在放映完之後的應後座談 有一個觀眾 他是中正大學的學生 也是香港來的同學 他在裡面做了一個分享 他說他看這部片子的時候 是有很多的回憶 對台灣的觀眾而言 他可能只是一個故事 或者是一個發生在另外一個地方的一個真實的例子 好了 可是對他而言 他其實就是在現場 就是在那個抗爭的現場 他每看一次 他就是一次的傷痛一次的回憶 當然也有可能是一次的激勵 所以對他而言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真實的一種經驗 那我在現場也做了一個回應 我說在台灣 我訪問過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第二代或者是受難者的本身 他們都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為什麼在面對痛苦的時候 還要說出來呢 是因為說出來本身就是一種做見證 說出來就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你是不孤單的 我跟你有類似的生活經驗 我們可以有一些相互協助 或有一些共鳴 甚至一種相互協力 我自己覺得在那個過程當中 在那樣一個在嘉義放映的場合 我自己是蠻感動的 我不曉得兩位導演 聽到了我們在台灣的這個放映的經驗 跟分享 你們會有什麼樣的一些想法 當然也是感動了 對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可能台灣觀眾比較好一點 因為台灣新電影的關係 而香港的觀眾比較習慣 如果我們拍一些可能是跟歷史有關 或者跟當時社會狀態有關的故事的時候 都是比較是習慣看那種是 英雄化了的故事 就比較有具體感的 對 比如說什麼黃飛鴻 葉問的那種 你講歷史 而剛剛就是 其實少年可能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後看的話 還能有剛剛那位同學講的 建立起一個共鳴 跟他的內心有個共鳴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事情 對 就大家看 是的是很痛 也很沉重 但我們必須要通過這種 共同的苦難 而成為一個 就是我們找到我們的身份 這就是一種命運共同體 一種共同的生命經驗 對 是這樣的 我覺得一個健康的歷史觀 是應該是要看自己的痛的地方 對 還有說 比如說什麼黑暗的地方 我們才能反省 對 才能成長 因為這個過程不是只有英雄故事 還有很多的小人物 甚至小人物受挫痛苦的這些經驗 或者是失敗的經驗 或是被壓迫的經驗 都是非常重要的經驗 林森的你的看法呢 對啊 其實之前也有提到就是 其實對我來說就是拍攝笑臉的過程 也是對自己一個治療吧 就好像是 其實那段時間 其實全香港人也經歷很共同的一個困難 很共同的一個痛苦嘛 包括就是 那個時候 梁林傑 聽聲那個事件 其實有些人可能在現場看到 像我 或者是 股片的香港人 其實也在電視的旁邊看到這個過程 其實也是很大很大的震撼 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情緒在殘留著 所以就是說 其實在拍笑臉的過程 其實也 對我來說也有一些 抒發了一些情緒 譬如說就是 好像 如果我什麼東西也不做 其實也感覺很不行 反正就是 那個時候就是在想 我們怎麼樣去用自己最現場的方法去 對鄉長這個地方可以有一些貢獻嘛 然後我們 我們是拍電影的 然後就用我們的方法去講故事吧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也是對我們來說 也有一個治癒的作用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社會運動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成為勇武 或是每個人都有能力 或是條件在第一線這樣子衝撞 也未必都是每個人都要去衝撞 可是不去參與 好像又存在了某種的焦慮跟不安 剛剛林森提到很重要一點 就是我們可以用我們自己的專長 我們自己找到了我們自己的位置 可以去投入在這場運動裡面 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貢獻 當然剛剛談到這個少年這部片子 其實是主要是來自於這個 梁林傑的這個自殺的事件 而引發的這一連串的自殺潮 然後讓很多這個陌生人去 就透過這種 或者是這些連登各式各樣的社群媒體 去開始去拯救 又一場又一場的這個救援的行動 可是話說回來 自殺這件事情 我們知道在反送中運動的時候 特別的受到矚目 可是在過去這十幾年來 或是更長的時間 香港的青年 或者是青少年自殺的問題 其實也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會有自殺大體上來講 會因為各式各樣的壓力 他不知道怎麼去面對 或是對未來他不知道怎麼去克服 或者是他的未來可能沒有任何的希望 所以其實在香港過去有很多人 他可能是因為學業 各式各樣的生活壓力 而產生的這個自殺 但是大概每一年大概都會有二三十個 那不過到2021年這個數字 19歲以下的自殺人數是到了60位 我不知道兩位怎麼去看待 這樣的一種香港的自殺的現象 在反送中或者是在應該講說 在這個修例這個公司一過之後 國安法一過之後 再加上這個新冠的疫情 會不會讓香港人更承受更大的壓力 更不知道前途未來到底是什麼 這的確是會這樣吧 因為其實在反送中以前就 也有過因為學業壓力而帶出的一波自殺潮 那時候是連小學生都自殺 應該是2015年左右那段時間 但也有人說 因為2015年是因為雨傘運動後的社會的集體憂鬱了 也有一個後遺症 就是大型社會運動後的一個社會的後遺症 也跟管教授你剛剛說的可能是因為看不到未來 太大的壓力有關 但我最近一直在反思 因為我們總是在說自殺潮是出現在梁林杰自殺以後 然後我最近在反思 其實梁林杰那個算不算是一個自殺呢 我在想 他因為他其實他真的是 那時候是在明治嘛 是在表態 對我來說他更像是 那時候也很多人說是被政權推下去的 而且也近年很多人在說 香港其實整個社會是一個實質的文化 對 所以那些年輕人的自殺 或者就是包括在反送中之前或者之後到現在 我更覺得會不會是一個早有預謀的社會的大型的謀殺 對年輕人大型的謀殺 就是其實這是一個制度 就像說梁林杰是被這個政權推下去 對 對 就是一個制度的發明 對 對 因為 對 如果自殺你應該是那種動機是很 很 應該是有很多種動機的嘛 但是現在好像都是偏向了同一種方向的動機 就是他們自殺 那 這不是更像是社會對他們的謀殺嗎 對 對 這個我很同意 就是 可能有很多 就算是 之前說有很多在學的自殺的同學 其實他們可能是面對學業的一些壓力也好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 也不應該把那些原因權歸構在他們自己的心上 就不是一種個人的狀況啦 對 對 這個是不應該的 因為有很多的狀況就是說 譬如說 我們也有一些經驗可以分享 因為這兩、三年也在一間中學去教電影嘛 其實也接觸到一些年輕的同學 其實他們有很多 就 我覺得可能在 因為我的那個學校比較特別一點 有很多可能在社會上 因為他們不行 因為他們有問題的學生也過來 所以比較接觸他們比較多 其實他們的狀況就是 我覺得就是 其實他們很需要一些人跟他們談 一些人跟他們聊天 一些人跟他們可以給他們一些 alternative的選擇的一些想法給他們 但是我覺得可能在一般的傳統的香港的學校 其實實在有很多的陷阱 不論是給學生有很多的工科跟考試的壓力 其實也給那些老師也是 對 老師的壓力也很大 這樣慢慢就是那個季度的關係 就是在學校工作的老師 根本沒時間去關心每一個學生 所以很多學生有一些狀況 有些問題也沒辦法 對啊 所以就很多很多事 其實也是因為一個季度問題 就發生了很多悲劇 其實我覺得絕對不是個人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常常會把自殺歸咎 因為自己個人沒有辦法面對壓力 或者是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或者是他自己的抗壓性太低 但是其實兩位導演都談到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所謂的制度會是殺人 特別是一種讓人家喘不過氣來的這種制度 這個包括過去的香港經濟上面的一種 不斷資本化 或是那種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狀況 或者是後來面臨到的相對之下 是更極權的這一種 這種讓人家喘不過氣 然後缺乏了個人的自主 跟自由的狀況底下 那個很多人大家都會覺得未來 大概不會有什麼希望 但這個不是沒有希望 是因為這個制度 是因為政權它所推波助瀾 甚至剛剛談到 可能是一種蓄意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趣的 可是我們在看自殺這件事情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這種 要回到制度上面來看 那我想再回到電影的本身 電影本身事實上 我們剛剛談到有各種不同的家庭 各種不同的個人 事實上在這裡面也有一些不同的張力 我覺得那個最大的張力 就是在於是這部電影的 最主要敘述的這個主軸 就是到底要先去救人 要先去救歪歪 還是要先去聲援手足 從一開始就是有這樣一個衝突 一直到最後的電影 那個團體內部八分的衝突 也是跟這個有關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會成為你們電影的主軸 救人跟救手足 它是衝突的嗎 救人跟救手足 它是一種不同的 一種道德的期待嗎 因為這個不斷討論 或者不斷有分歧的出發點 其實是由我們 我們由香港的社會運動的觀察而來 香港真的是一個蠻文明的一個城市 就是如果你其他地方 譬如歐洲有社會運動 就打砸搶 打砸搶就是很正常的事吧 對不對 而且這也是一個正常的發洩的一個 就是發洩情緒 人民發洩情緒的一個渠道 對但是香港就很奇怪 每次我們都是有很多的討論 在運動的現場 哪怕在遊行 或在各種運動現場 都有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討論 就是我們走還是流 衝還是不衝 對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畫面比較好看 怎麼樣傳媒會比較能 就是會可以散發出去我們的資訊 香港是每次都有大量這樣的討論 所以我們就想在戲中還原這種 香港人對社會運動的一種特性吧 就是永遠在討論 永遠有分析 對 是也是這樣的 不過這也很可貴啦 因為我自己2014年去雨傘運動的時候 我去了很多次嘛 然後我就最喜歡看到 是大家在討論 雖然我很多東西我都聽不懂 但是我喜歡看到大家 不管是跟台上的人吵架 或是在下面圍成一個小圈圈 那我不斷的爭執不斷辯論 甚至我在銅鑼灣現場在講的時候 也會有人對我的說法 提出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那我覺得這很棒 雖然討論有點很費實 然後猶豫不決 可是它其實又是一種很重要 很有趣的一種民主的過程 是嗎 對啊 這就是民主的過程 對啊 所以說大家 因為其實很簡單 那些藍絲 就是說所謂的藍營 那陣營整天都說 民主能帶給你飯吃嗎 民主有什麼種嗎 對 他們經常會直接拋出這個問題嗎 會讓你吃得飽嗎 但不是嘛 民主就是一個過程嗎 就是一個互相尊重的溝通的過程嗎 對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像在信中 這種張力就是一直保持下去 就是有這個用意 嗯 在裡面還有另外一個論辯 就是例如說YY曾經說 做鬼也不要放過他 但是其實也有另外一個台詞 或者說香港不會因為你的堅持而改變 然後當有人要自殺的時候 也有人會說 香港不會因為你的死而改變 所以這也是一種矛盾 一種選擇 到底我要去不放過他 我要一直衝下去呢 還是覺得說啊 坦白你做了什麼半天 也是徒勞無功 也不會因為而改變 那這也是你們刻意要去把這個主軸 在這個影片裡面 來跟大家做討論嗎 林生是你們所要去做的設計嗎 我覺得可能現在 對啊 我們就是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不想給 就是不同確定的人 去給他們一個說話 我覺得就是在運動裡 我們覺得就是在運動裡 其實大家也有很多個人的一些原因 去確定他要怎麼樣去走 他要怎麼樣去做 無論是他要確定要輕聲去明治 還是他要去繼續去往前衝 要到前線跟政府有一個正面的衝突 還是他要在自己崗位去做一些支持的事情 其實每一個人也很重要 每一個人我們也不想去批判他們 其實我們沒有這個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就是想去透過我們的電影去檢現 就是原來有不同 對於一個抗政運動也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們想要說的就是你看到 其實我們每一個也很重要 嗯嗯嗯嗯對就是我覺得 就打斷一下對不對 其實就是那個做鬼也不要放過他 跟香港是不會因為你的死而改變 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就是有程度就是一開始為什麼設定 就是想說為什麼一個18歲的花樣少女 會講出這句話做鬼也不會放過他 明明他才18歲 他的生命才剛開始展開 但他卻為什麼他這麼恨 我們想問為什麼現在香港年輕這麼恨 恨到要講出做鬼都不要放過他 就是他已經有一個死的決心 才會講這句話 嗯對 而這句話的來源其實就是因為他知道 他的死也不會改變得了香港 香港不會因為你的死而改變 所以才會說得出來做鬼也不會放過他 我只能更強烈的 對 訴諸一個超現實的願望了 就是我到做鬼的時候才來復仇了 嗯 這也跟很就中國傳統的那種就是華人 怨得很有誇 哈哈哈哈 對 特別恐怖啊 哈哈哈哈 這個這個都是一個蠻有趣的設計 不過我們那天在台灣討論的時候 很多人說 我做人的時候我就不要放過你 我不要到我做鬼的時候 現在就要把它處理掉了 我不要等到不要去犧牲 所以他還是有一些 就是除了剛剛是那個層次不一樣之外 可能也是在現實裡面的一種一種選擇 就是我到底是在做人的時候我就不放過你 還是我已經絕望了我到死之後再來 只好用更大的能量更更大的法力來去把你處理掉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有趣的 嗯 因為他做人的時候他沒辦法去改變啊 他也沒有他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去改變 嗯 所以我們要把這句話一定要放在一個18歲的女生的口頭說出來 嗯 就是這樣子 嗯 兩位導演過去的作品其實蠻多都會跟社會現實有關 例如說可能包括像這個林生 其實我知道你從這個人在皇后嘛 就是從皇后碼頭 然後包括這個抗爭或者是像這個蔡元春你都有一些紀錄跟參與 那這個這個人俠其實也拍了一些跟社會香港的主體性跟底層的這些片是有關的 所以你們的作品一直是緊扣著這些香港的社會現實的狀況 而這也是電影非常重要的一個價值 除了娛樂之外 他怎麼去反映現實或者是讓大家透過這種影像去觀看那個真實的社會 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 當然也保持了某種的距離 你們為什麼在過去的作品裡面這些會是你們很重要的一個切錄電影的一種面向一種主軸呢 那未來香港的電影還會有這樣的一種空間嗎 我先來說吧 可能因為我是先參與社會運動員然後才唸電影了 對啊所以就可能就一開始就是因為在社會運動中就感覺到自己好像不知怎麼樣去參與 就是小時候就可能可以往前衝但是到某一個階段發現自己也不太行 對啊 所以他其實去思考 那個時候就剛剛有一個機會去在現場幫手拍一些記錄吧 然後就慢慢對影像有興趣 就覺得我也可以試試去用影像去說一些關於社會運動中的故事 嗯 所以就這樣慢慢過來的 不過就到現在其實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也不會給一些先機給自己 就是說我不會定義自己的 就只拍就是關於社會運動 或者是只拍關於基層的生活的一個導演嘛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就是我感興趣的就是人的故事 對啊 如果有不同的就不管他的階層或什麼 可能就是因為我的生活環境比較貼近那個都是基層的朋友啊很多的那個狀況 所以就有很多時候我的故事的來源也是來自身邊的一些看到的觀察到的一些人的事 對就是這樣 嗯嗯嗯嗯 人俠呢 呃 我是因為我是從小就很喜歡看電影應該是有兩個階段的 我也曾經有個階段說我是不是也應該想拍一下像Marvel那些 也有過這樣的階段說我想拍這種電影這樣 嗯嗯那後來慢慢呃發覺影響我的電影大部分都是真的去介入社會的 嗯就是作為一個社會實踐這樣存在的電影 譬如啊意大利新寫時的電影啊或者法國新浪潮的電影啊包括台灣新電影 也包括我的師父是成果嘛他也是這種是用電影去介入社會的就由香港製造開始 都是跟啊基層跟跟他身邊的生活是密切相關的這種題材 然後我慢慢就發現哦這種電影是對我影響最大的 所以我也讓我自己拍的電影是會成為這樣的電影 嗯嗯這種類型的電影其實某種程度上面呃在台最近這幾部這裡面最近這幾部 我們也看到一些香港一些蠻不錯好看的電影也跟這種基層這種主題是有關的 例如說呃我其實蠻喜歡像一念無名踏雪尋眉或者是像濁水漂流淪落人或是手捲燕 你都會看到他們都跟這個底層而且他其實有非常不只是那個想好像可憐的故事 他的電影感他的敘事的能力他的張力也都非常非常的強 在技術的部分其實也都有一定的水準的也非常的好看哦 那當然最近我不知道這是跟整個台香港最近這幾年所謂的主流電影 越來越受到和拍片的影響然後受到了這種所謂的中國的各式各樣創作上面的限制 而慢慢回歸到一個回到香港的現實但是你又不可能呃你可能也沒有太大的呃 呃這一種能量在拍一些有過去的像英雄本色這種香港風味的這個片子 可是又回到那個現實的社會當中我不曉得這是不是一種真跟中國的和拍片的影響有關嗎 還是這個香港他慢慢香港店找到另外一種新的出路呢 我覺得一定有關啊跟和拍片應該是我覺得新導演會是比較厭倦那種和拍片的模式 嗯怎麼說 因為他是因為他會直接影響你的美學的嘛 譬如他一定要一定比例的中國演員哪怕他不會講粵語 你也要安排一個角色給他 所以就有很多很假的那種啊 香港的警隊裡面有個高層其實是講普通話的 那就很奇怪啊 這個還是在回歸以前就有那種啊 哎為什麼那個高層是講普通話的明明或者是配音的 嘴型根本就不對 可能現在真的有了 哈哈哈 對或者就是因為那些資金他的他的注入就是要干預你的創作自由嘛 嗯 對啊他就是要要控制你啊什麼能拍什麼不能拍 其實和拍片就是有很多這樣的控制在裡面啊 嗯 但是拍電影大家就是我經常在一些訪問也說就是 李安導演曾經說過嘛 想往自由的人才會選擇拍電影嘛 真的辛苦的一個工作對不對 嗯 你如果不想往自由你沒有這個決心真的很難做得好的一個工作來的 所以慢慢新導演就會啊 為什麼我在那些和拍片我自己也拍過和拍片 呀 就是沒辦法滿足完全沒辦法滿足自己的創作欲望也好 各種表情感的表達創作的表達都是沒辦法滿足的 嗯 所以就會慢慢的哪怕有很豐厚的資源資金報酬 但是真的跟自己想做的東西真的是有一個距離 或者有一個違背 嗯 所以就慢慢會越來越遠 就是我 我 我不知道啦 我不能代表所有香港新導演新導演這樣說了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就會離那個越來越遠 越來越不想做那種那種創作 對 嗯 包括說你劇本要審查 我現在一聽這個字就覺得很煩 我以前在主流的電影圈我做過幾年嘛 那時候經常寫劇本就是 那幾年寫了幾十個劇本 基本上都是 最後都是卡在了審查的那一關 嗯 嗯 對 就是我講一個很荒謬的故事 就是 曾經我在一個電影公司寫過一個關於金融題材 金融 嗯 的的的 的劇本 然後 就是電影公司已經覺得 啊沒問題 這個劇本已經沒問題 但是我們要去送審 嗯 然後但網店局呢 就說啊 金融題材的你要送去金融部 金管部 哇 對 對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金管部了 大概就是那個部門 嗯 然後那個金管部人收到劇本說 我們是做金融管理的 我們又不是拍電影的 誰會看劇本啊 給我們幹什麼 但是廣電總局就會說 就是電審局就會說 你得不到金管部的批准 我們也不會批你這個 哇 哈哈哈哈 就是我們說金管部說 他不會看劇本 他不知道怎麼批耶 嗯 嗯 就是來來回回來來回 到最後就幾年後就說 哎呀不搞了不搞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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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費很多的心力是在做 情緒啊 而不是在 對 對 你花了很多時間在做那些 無聊的行政上面的往返 而不是花你的時間在做創作 在做這樣的一個電影的上面嗎 對啊 本沒有保持 而且根本沒有空間 要給這個部門審 給拿這個部門審 你是邊緣你要簽名的 嗯 最後也是大家都不想負責任的 啊 對 呃 林生也 林生也會覺得這個是一個香港 這樣的類型的電影 當然我們剛剛看到是跟和拍片 是有些關係 但是會不會也跟香港這些世代的成長 呃 的一些生命經驗是有一些關係 而成為一種新的出路跟可能性 呃 呃 也是啊 反正就是呃 好像是最近幾年就呃 呃 和拍片又好 反正就是現在可能因為呃 更敏感一點就是香港的電影 可能現在要跟大陸的電影公司去合作 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麻煩 所以就現在也多了一點電影 在香港的電影公司去呃 呃 拍就是香港的電影吧 嗯 呃 呃 就是也不算是呃 回歸香港了 只是我覺得這是他們去 因為呃 呃 我們我們也看到一些例子 就是一些和拍片就是已經拍完了 嗯 但是也 嗯 不能夠呃 呃那個最後那個那個放音 放音那個呃 不能放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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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就呃 可能現在的香港一些電影公司 開始會想就是去呃 可能我呃 用小一點的資金就是指 就是呃 回歸到就是香港這個市場去拍吧 嗯 所以就呃 就反正就多了一點的呃 機會給香港的導演 但是呃 呃剛剛說到就是呃 呃 可能現在的比較多的香港的新的導演去呃 呃 拍一些就是關於香港本 呃 本土的一些故事嗎 嗯 這個我覺得也呃 呃 呃 其中一個原因也因為那個製作費就是很小 呃 所以很多時候呃 呃 呃 你不能夠去想像一個呃 呃 我要一個很大很大格局的一個場景 我要一個很什麼階層的一個好好仔 那些那種故事 嗯 呃 呃 就地取材去拍 嗯 所以就呃 呃 比較容易一點的可能就是一些呃 呃 在現實環境環境已有的一些強勁啊 什麼樣去 所以就那個那個規模可能比較小 呃 但是那個呃 呃 反而可以多一點 投放多一點的心力去故事之中 不用去管那些什麼的 啊 就是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現在呃 香港的一些新導演 他們比較會 願意去 覺得這個是一個方法 嗯 呃 呃 比較願意去選擇 就這樣去拍吧 對 對 反而反而可以回饋到那個電影的本質啦 回饋到那個真正的香港這個本土的這些場景的各式各樣的故事的挖掘 跟述說哦 我最後想要請教兩位一個問題 我覺得你們英文的片名是很有趣的 就 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 就是願你永遠年輕 呃 呃這個好像比少年多了一層意義 就是你有一些期待 為什麼你會用這樣的英文的名稱 是是擔心大家長大就變成我們所討厭的大人嗎 還是說我們對這些呃 未來的年輕人 或是說對我們自己是有什麼樣的期待嗎 呃這個片名是策劃就是程號情改的 嗯 嗯 它就是來自於Bob Dylan的那首歌嘛 Bob Dylan有一首歌叫forever young嘛 對 它裡面有一句歌詞就是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 對 嗯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首歌應該是Bob Dylan寫給他的兒子的 對他的寄望的一首歌 而那首歌歌詞就是說啊 永遠別忘了那個年輕的心態是為什麼呢 是你永遠願意為這個世界付出 嗯 也願意接受這個世界對你的付出 你願意幫助別人 也願意接受別人對你的幫助 就是別 就是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 不是一個對年齡的期待了 嗯 是一個心態的期待 嗯 保有初衷 嗯 對對對 嗯 所以我們就覺得 哦 因為也有 曾經也有一些前輩說啊太長了 這個英文片名 對啊 嗯 嗯 所以說啊誰會改一個這麼長的英文片名 還may you stay 那我就說管他了 反正你記得住就記得住 記不住就記成forever young也行啊 想不到現在大部分大家都對我們的英文片名是 反而是就是是一個記憶點了 他都會討論 對 嗯 而且這也反正呢就是那種上一代的前輩 他們真的是對的嗎 哈哈哈哈哈哈 建議我們不要改這片名的是一個製片 就是很有經驗的電影發行的製片 嗯 嗯 行啊這種片名 你去到什麼影展 沒有人記得你們這部片的這樣 嗯嗯嗯 不會對我來 嗯 也是一個反抗了 也是這個片也是對說 是不是你們的經驗就是絕對正確的一種反抗吧 也是 呀呀呀 我覺得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看完這部片子其實他透過劇情的方式去做了某種的歷史的紀錄 但是他又更細緻的去討論在這個歷史的洪流當中的每一個人每一個角色 他所面臨到的各式各樣複雜的情感跟關係 那但是這些人可能都會長大 那保有初衷永遠年輕永遠跟少年一樣有這種熱忱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這也是這部片子給我一個提醒 對我也要forever 我也要自己保有自己的年輕跟初衷 對非常謝謝兩位導演帶給我們這麼好看的片子 那今天訪問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下次有機會也可以再跟你們多聊聊香港的一些電影 香港的一些各式各樣的現象 謝謝你們 我們下回再見 謝謝拜拜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 唉